今天我们的赛码分析工具用的是职业排位计算表或者职业数据库 如果你是这两个工具的用者 请你记住打开这两个工具和我们一起去练习分析今天的赛事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会很快你自己也懂得运用这两个工具去找出真正的实力冷码 而不需要听任何人的提示 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不少职业团队都所采用的减码工具 你可以去我们的视频下面如要订阅请去以下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专业的工具 在今晚12月2日的菊草野菜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 第一匹是第八场三班菊草千亿米的六号马共创缤纷 这匹是女神搭蔡若汉的马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八场你的实力马那里 你会见到这一场是有不少的同情实力马 这个就是12345 有7匹是来自贵来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数目都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去这三个指数那里看 你就会见到7匹里面只是有3匹 是做到一个时间的指数出来的 第一匹就是这匹风雨区 相将的夜马 没段指数是正的 时间指数是正的 第二匹做到时间指数的就是这匹共创缤纷 看到吗? 没段是正的 时间也是正的 第三匹就是这匹天地人 也是两个正的 这三匹马两匹排内档 一匹排中档 会然之这三匹马在这场里面 是最值得你留意的 短组合 OK 好了 当然了 这匹风雨区 所以上将夜马 今次加分加榜 因为上将都是租进乐骑 所以今次是加分加榜 行不行就不知道 它的疑点在这里 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档位好 这两个指数也是正的 所以在短组合里面 就必须要有这匹马 另外排内档就是天地人 排第三 也是正的 排内档的 另外就是 莫雷拉这匹 也是正的 莫雷拉这匹排中档 其实内档最有利的棋子就是中档 当然你自己可以选择里面的胆 但是我们就比较喜欢这匹莫雷拉 这匹共创分分多些 主要原因就是当然 雷神 Top2的骑士 今季暂时是领先排第一 它也是蔡若翰的No.1杀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匹马 如果你看它出赛 跑了五场 只是一匹 刚起步的质身马 还在上 四班在田草千二 两出两远 接着上三班 初上三班 已经在田草千二入Q了 前仗就跑第八 但输得也不是太远 输两个人生位 这是田草千二 如果你看它的跑法 其实你看到它那个末段指数 其实在那个谷草 上涨是初跑谷草 其实它那个转径在这个短直路 似乎效果比较好些 你可以透过这两个指数去看得出 当然也可能它上涨开始又进步了 当然加上它这次由于它的跑法咬前 所以它有很大机会 会处在比较前些的位置 就不需要风雨区 天地人可能有机会在中后 在中边 它可以在前面走 而且它又有在前面走 它又有犬径 所以这匹马 我们自己就比较喜欢一些 在这三匹里面来说 所以这匹马是属于今天第一匹 值得你留意的马匹 OK 如果你喜欢这匹马的话 当然你可以考虑用它 拿来做Q弹去拖几匹配角 去买 作为你买Q过关的其中一场 OK 记住无论如何 红色另外那两匹 就必然是属于你的配具里面的 短的组合必须要有的 OK 这个就是第一匹 而第二匹呢 就是四班谷草千二米 第四场的一号马 飞马辉煌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四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见到同乘实力马第一匹 而且这匹同乘实力马上将是排中档 紧紧性 即是这次要加分再加榜 加上他就七岁了 对不对 另外就是 这次还排十一档 也就是说又要加分加榜 档位还有爱怡 也就是说他那个疑点就比较大一点了 当然这场马 同乘实力马基本上就只有这一部分 而且这一部分是非常之不利的 OK 好了 就看他情的实力马上将的 那么你就会见到有两匹就是 飞马飞煌和小换家 而做到时间正指数 其实只有一匹 就是这一匹 飞马飞煌 那么他可以放头跑的 是不是 前面是正 时间是正 那就是说在这场对手不强的情形之下 他是可以放头跑 那就是说他占了一个跑法形势之力 就是加上对手比较弱 所以即使这匹马 今次是初跑谷草 如果你去看这匹马飞煌的话 你会见到他也是一匹 侧身刚刚起步的马 跑了三场全部是2Q1 win的 前仗延远之后加完分 上仗加月分加绑都还在 他的跑法可以在前面走 今次对手不强 所以在这场赛事 他也属于一匹交为突出的实力马 如果你看他上两仗 前仗在田早千二长直路里走 其实也是头断正时间正的 就是说这匹马是具备前速的 他用前速跑这个时间指数出来的 你看得很清楚 至于他大前仗在更加短的田早一千直路菜 其实他也是三个都是正指数的 意思是说这匹马是具备前速 而且本身时间也做到快过标准时间 当然最主要是这场赛事对手比较差 可以这么说上两仗是没什么实力对手在这里 所以他这匹马在前面走 那时间又是最快的 其他马就比较难追到他 所以这匹马也都可以考虑 就是作为你的Q胆去拖几匹配脚 买Q 好了 这些实力马 特别是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当然不会是冷马 如果是冷马就不对路了 那怎样利用这些马呢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买Q过关 过两关或者过三关 你可以拿着如果你喜欢这两匹马也好 或者喜欢其中一匹马也好 你可以利用这匹马买Q 然后去拖你自己在这场的范围马 即是以同情实力马为主 他情实力马为父 这样去买OK 就好像上次赛事这样 上次赛事11月29日 如果你看第八场的话 你会见到这个三番填数 因为同落日 其实是突出出来的 因为排内档、潘顿 也是三个正指数 这场同落日也是一匹 可以考虑做Q胆的买匹 至于怎样利用呢 当然用同落日去拖、脚、买、Q 作为Q过关其中一场 当然如果你是我们职业版的用者的话 你就当然可以参考我们的范围马 例如这一场第八场 我们的范围马就在这里了 即是同落日如果是拖范围马的话 就五匹了 发财宝、不极刚、至尊高升、万众力得、团结精神 那结果你看同落日跑第二热门 团结精神烂门跑第一 发财宝第三、万众力得第四 即是这场的一拖五 其实就是Q、T、四龙彩全部中了 这条他排374元 三龙彩排三千多 四龙彩排万四 那当然我们有不少用者是中了这一场 那我们说回Q过关了 你就应该好像这位用者那样 就拿着如果你是喜欢同落日的 你是可以买Q过关 过两关或者过三关 如果你拖到五匹的话 就最好做过两关 就像这位朋友那样 他正正用了第八场同落日做胆 他就参考了我们的范围马 这五匹 所以他的二川一第一关就是 同落日拖二、四、十、十一、十二 和我们是一样的 那当然过了这条Q了 他是买二川一 那他第二关就是买第十场的 那欺责极速黄胆 那就是这一场 第十场 極速黄胆 为何極速黄? 这场是千四 極速黄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是正正一排内荡 那他也都喜欢这一匹極速黄 那跟我们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是極速黄 那他也都参考我们的四匹配脚 由于这场的同情实力马不强 因为很多都做不到 那个正指数 所以两匹则初出的质身马 要值得留意了 那我们也是这样排的 所以他就拿极速黄 拖八胜龙 美丽满分 包装永胜 起风堡 这个就是他的第二关 就是说他也有参考我们的范围马 只不过他拖了前面那四匹 包装永胜 美丽满分 八胜龙 起风堡 那结果这一场 那当然中Q了 第十场也是中Q的 那他这样去买的话呢 虽然那两匹都是比较热门的 胆 但如果你买Q 你看看成本 200元而已 买二穿一 200元本 那就轻松收个饼 收一万元 所以在这个channel 我们告诉你 要拖那些凸出来的 同情实力马用来做胆 为拖技不配脚 不是只叫你买那场Q 是主要的 要买Q个罐 OK 就像这位朋友那样了 那如果你看 其实第九场也是一样的 那第九场 那我们喜欢超敬勇士 是胆的 原因也是超敬勇士 他是前仗的同情实力马 是不是 两个都是正的 那他也是上仗的他情实力马 看到吗 静静 这次没有来拉骑 是千四 所以这场我们也是 握他胆 然后拖这些配角 那结果也是中Q 和T的 那我们也有朋友 也都是 参考了这两场 他也是喜欢这两场的 拿着同外套 拖过五匹 另外呢 就超敬勇士 拖这四匹 就是我们的范围马 结果他买二穿一 二百元 下注而已 收二千八 那这个就是 你以后 如果真的想用几百元 下注 是收几千 甚至过万 这个是最佳的方法 OK 那当然了 第十场也都有 有朋友用第九和第十 是不是 第十场 极出黄跑第二 莫尼拉那批初出马 起风暴跑第一的 也有朋友用第九场 他喜欢超敬勇士 这场喜欢极出黄 那也是一拖四一拖四 参考了我们职专业版里面的范围马 而买了一条二穿一支出成本 是八六元而已 也都收两千元 OK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channel 建议你所应该集中去投绝的方法 要采用这个方法 首先当然你要找出 较为稳健的胆 其次当然要找一个范围 是不是 如果你想知道 怎样找出的稳健的马胆和范围 你就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片 我们有很多秘诀 已经有在这个 我们之前的片里面有告诉你 你可以看回 当然如果你是 即是陪会计算表的用者 或者专业版的用者 你也可以透过每一场的实力马 去找出你自己心仪的实力 然后拖几笔配脚 然后选几场来买 Kill过关 当然如果你是专业版的用者 你也可以考虑参考我们里面的马胆 或者范围马胆作为配脚 OK 如果你还没有这一排的计算表 那我就当然建议 你赶紧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当你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非常容易 好像其他的用者 可以用几百元下注 买Q过关 而可以经常重复收过千 甚至过饼 甚至过十饼 因为很难说今晚的赛事 当你游了这个资计牌计算表 而用几百元下注 收个饼 那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 千万别不信 如何你自己选马 如何你自己用几百元下注 而可以经常赢过万 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主题 换言之 如果你想以后自己懂得选马 如果你想以后 只需要用几百元下注 而可以经常收过万 同时 完全不需要听别人的提示 这个频道正是你所需 相反 如果你是想着是听提示的 那么这个频道就不适合你了 请记住在任何的金钱游戏中 例如在马场上 如果你想真正找到食 你必须要靠自己 而不可以靠别人 这次如果你想你自己可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 以后可以在马场上真正找到食 最佳的办法是向那些职业团队去学习或者偷试 而这个频道在这方面便正正可以帮到你 因为在这个频道我们会向你披露 职业团队到底采用的是什么减码工具 而其中 例如职业排位计算表和职业的数据库 便正正是不少职业团队所常用的减码工具 至于他们如何从这个减码工具中有效地选出真正的实力码呢 而这个频道也会向你披露非常非常多的秘诀 而结论就是 如果你肯花一段时间在这个频道去细心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肯定告诉你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好像这个频道其他的朋友那样 可以经常做到 用几百元落注而收过曼 例如你以后不需要听任何的提示 你完全可以靠自己 减码去好像这些朋友那样 只需要用几百元落注而收个饼 例如这位朋友 有三百四十五元落注买Q过关 来收二万九千多 你也可以以后可以做到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买Q过关只需要一百四十元落注而收过两饼 你以后也都可以完全靠自己可以做到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只需要六百九十元落注而收四万多 你也可以以后做到只需要几百元落注 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七百二十元落注而收一万二千多 也都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只需要落注一百元是收一万二千多 而这位朋友只需要一百五十元收八千三百多接近个饼 而当然你同样以后也都可以完全靠自己 做到好像这位朋友那样 买Q过关只需要一百五十元落注而收二十七万多 当然你也可以像这位朋友那样 以后可以做到只需要几百元 例如三百多收近饼 当然你以后除了可以在Q过关的彩池上 用几百元落注而可以经常收个饼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三重彩或者四重彩这个彩池 而用几百元落注 同样也都好像这些朋友那样可以轻易收个饼 例如这位朋友买四重彩 二百四元落注是收了十万 又例如这位朋友也都是二百四十元落注 买四重彩是收六万二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六十元落注四重彩是收二万三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八百四十元落注买四重彩是收四万一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买四重彩是收二百四百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用四百四重彩是收一万二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用二百四十元买四重彩是收一万二千多 又例如这位朋友用二百四十元买四重彩是收差不多万二十元 而不需要听任何其他人的提示 而自己选码而自己做到这个效果 如果你的目标是想以后在马场上成为一位不需要靠任何人 不需要靠任何的提示 而可以自己成为一位真正的职业赢马人的话 记住订阅这个频道 按下小铃铛 因为当有新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因为我们每一个新片里面 都可能含有非常多的职业团队的减码秘诀